就在假社人和张义 正是动身赶到咸阳的路上 这个时候 公子环已经快马家边 回到咸阳城 连夜近见慰文公 将苏秦 怎样羞辱张义 将他逼入秦国的经过 仔细的稳告一番 慰文公听完之后 又将细节问了几处 然后眉上眼就仔细尋思 很久都不出声 过了一阵 公子环见到慰文公面色一松 知道 他已经将思路的条理清楚了 就细声问话 君相 神帝 有一件事觉得很奇怪 我一路走过来 始终都想不明白 你想不明白的 是不是苏秦 为什么要废杀苦心 逼张义来秦国 君相姓明 公子环就说 是的 神帝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件事 照道理来说 张义 来到我们秦国之后 苏秦国之后 苏秦国之后 多了个心腹大玩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寡人 又何来有黑 没有上 又何来有下 没有正 又何来有反 公子环听了这几句说话 越听越不明白 神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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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想明白 神帝太过蠢笨 请君相解释 哈哈哈哈 你呀 你想一下 合中大业 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 当然是想对付他们秦国 没错 但是诸侯之间 互相勾心斗角 而且 你又想吞我地盘 我又想踩你国界 如果不是因为敌人强大的压力 他们又怎么想得到 要合中在一起呢 所以 苏秦的合中 要成功 要持久 他就必须 要为这些要合中的国家 制造一个足够强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 当然就是我们秦国了 所以 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秦国不强 不足以威胁列国 这样 列国之间的合中就搞不成 苏秦的理想 也都没办法实现 他的合中要成功 他就一定要 使得我们秦国不断强大 而且 还有各种破坏的手段 反制的措施 那他的合中大计 才会越发重要 诸侯之间 就越发离不开他 苏秦正是为了他的合中 所以 先将将仪送给我们 为他自己制造一个 足够强大的敌人 这样才可以形成两个互相制行的阵营 正所谓 有上才有下 有黑才有白 有正才有凡 公子华听的 这里才会讨压大计 哎呀 这个书秦不单止聪明头顶 而且 他的胆子也真的太大了 为民工解释完之后 他马上就派人 召公孙衔入来 他对公孙衔说 这一排 我想外卿帮我做两件事 君常请吩咐 第一 就是萧梁城东 有一条张一村 你马上派人追查一下 凡是 原来魏国民众 张儿屋企的 所有的祖业祖产 一条草都不能够少 全部都归还给他们 而且 他们的祖坟 还要收集好 派巡兵日夜看守 是微臣遵旨 另外 我还有一件大事 要跟外卿你商量 公孙衔立刻顾低身说 微臣 谨听君上吩咐 苏崇的图谋 搞三进合纵 而且现在声势很大 如果三进 真可以合纵成功 那么他们秦国的东进之路 肯定是被他闭塞了 为了这件事 把人真是寒食难安 我想听下外卿你的意思 公孙衔心想 以为民众的红材大略 他叫得自己来 肯定是已经一早有了对策 这个时候 问自己有什么意见 只不过是想试下自己 他马上普拳说 回品君上 微臣只为 苏崇敢做 是为所不能为 哦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好简单 三进真的能够合得回一起 这就不叫三进 自从魏赵韩三家分进开始 这一百年来 三进是始终的 憎憎吵吵吵吵 打打吵吵 都不知他 是下多少仇口 他们又怎么能得 重新合回一起呢 苏崇敢 要把他们合回一起 简直是意上天开 魏臣 真是替他觉得遗陷 啊 遗民公听到 拧拧 Fish 他说,爱卿,我想你低估这个人,寡人虽然只见过他一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股浩然之气,这个人绝非尋常。 他既然放弃了一统天下这条路,全力搞所谓的诸侯合种,我们就绝对不可以调以轻心。 公孙显听到,想一想,普权说,微臣有一个请求,希望君上恩准,爱卿你请讲,微臣请求出示魏国。 维文公点点头说,寡人也有这个意思。 眼下,这个三进合中,由赵侯首先提出,听说韩国已经答应,还派了公子将来赵国和苏秦商量合中的事。 如果不出意外,苏秦恐怕很快就会出示韩国。 这样,三进之中,他已经成功地将两进合中,只剩下一个魏国。 寡人想来想去,熟悉魏国国情的莫过于外卿,你和现在的魏国权神,还有不错的交情。 如果外卿,如果外卿能够出示魏国,阻止魏国参与合中,三进之中,最强的就是魏国。 魏国只要不肯合中,那素秦这个合中大计,肯定是转眼成空,是,微臣领子。 惟,惟文公看着他说,外卿啊,当日魏魏侯在孟津汇盟诸口,要图谋讨伐我们秦国,当时形势都不知道多么危急。 结果,共宣洋,赤身赴魏,以一人之力挽救魏谷,终于使我们秦国可以一说河西之耻。 你此苏秦,再结合三进的力量,他的意图,也都是要阻止我们秦国东进。 外卿这次,又是赤身赴回,希望你能够力玩旁囊,再演出,共宣洋,孤安、孤胆精艺的壮举。 龚孙显即时一普拳说 君上 你真是太抬举微臣 微臣又怎么可以 和相军相比 正所谓此一时 彼一时 微臣这次去 一定会揭尽全力 至于能不能够成功 微臣 就不敢奢求了 慧文公也都觉得 自己的说话过了火位 外卿说了这番说话 已经来成功 很近了 小华 你跟大梁做 去魏国一趟 大梁的街道 你都熟悉的了 另外 去到大梁 你还要留意一下 在街头的孙将军 是 微臣知道 要做什么的 慧文 孙将军 很喜欢续棋 你给我带一句说话给他 就说寡人 在咸阳 已经为他 摆好棋谷 请他来 一教棋艺 就好像 为民工预测 一听到 赵国提出的合纵大计 韩国果然举手赞成 而且还派出公子 作为特事 访问 赵国 而安排了 张儿之后 苏秦 也都可以 腾出 全副精力 他马上就 约见这位 韩国的公子 张 公子张 带了说话给苏秦 说韩侯不单止 对合纵大计 非常赞成 而且对苏秦 也都很弃重 现在 已经空了 上国之位 只等苏秦 一来到韩国 就马上 将他拜为上国 苏秦 听到这个消息 这刻就 品咒了赵侯 以 焉照特事的身份 正式 出示韩国 韩侯既然 已经同意合纵 去韩国 只不过 正式 确认一下 所以 苏秦 出示韩国的宗旨 也都顺势而变 改为 带上韩国的承诺 和公子张 一起 以 焉 赵 韩 这个身份 向着魏国的都城 大量进发 韩国的政城 和魏国的大量 相隔都不够三百里 如果快马加鞭 一日就到 所以 合纵的士织团 在政城一出发 苏秦 就马上 叫人 制作了 无数的旗次 将他主张的 五筒 三筒 这些 众亲的要旨 写在 五颜六色的旗次上面 又将他 合纵大计的 宗旨 和方式 编成一段段 通俗易懂的 仪哥 抄六成策 沿途 广为派返 洗到街边 乞衣 流浪的艺人 四位全昌 这个时候 加上燕国 赵国 韩国 三国 合纵人 马 已经有近五千人 宗旨 特地叫队伍 越拉越长 远远望去 前后 相隔成 十几里 一路之上 正奇 招展 挪鼓 圈天 都不知道 多么热闹 好了 有了这样的 卖广告手段 很快 苏秦 这些合纵 大计 和方式 宗旨 都已经传到 戒之 汉文 魏国朝野 上下 大家都非常震动 人人对于 苏秦 这番合纵 大计 都在 议论 纷纷 很快 苏秦 将自己 编的 有关 合纵 要旨 的 文谣 仪哥 等等 写成 一冊 小冊 纸 就已经传到 魏卫王 的手上 魏卫王 看完之后 眉上眼 想了很久 才叫 皮人 将武安 军 旁军 召之入来 他拿着 手中 那本 小冊 子 问话 娟儿 你个 责子 你有没有 看过 这声 娟儿 旁军 听到 心 都不知道 多么舒服 他知道 自从 失去了 宣殡之后 自己在 魏卫王 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说 扶摇 直上 甚至 还超过了 上国 卫斯 魏卫王 对自己 都不知道 多么 倚重 一有 大事 肯定 首先 跟他 商量 然后 先召 卫斯 入来 再 问一下 他 意见 现在 孙殡 已经成了 废人 一个 列国 之间 还有 哪个 武将 可以 请得上 自己 对手 每 每 想到 这道 旁军 内心 的 洪心 也 都 膨胀 起 上来 他 觉得 自己 辅助 魏卫王 一掃 天下 洪霸 诸侯的 愿望 恐怕 都 很快 就要 实现 想一想 他说 夫王 这些东西 怡神 已经 看过 嗯 我听 说 这个 苏秦 也 和 袁 是 师兄弟 他 这个人 怎么 父王 你想 知道 苏秦 什么 事 他的 才华 怎么 你叫 二臣 怎么 说好 苏秦 和 张儿 当 在 鬼谷之中 修炼的 口才 之 学 其他的 就不敢 恭维 不过 说 口才 他们 的确 很 厉害 原来 是 这样 听 说 那个 月 王 就被 张儿 一把 口 古惑到 云头 转向 这样 才搞到 自己 连 国都 没了 当时 寡人 又 觉得 好笑 但 听 你 这样 说 这些 口才 之学 真的 都有 用 那 如果 和 张儿 比 上来 苏秦 的 口才 是 在 他 之 上 还是 在 他 之 下 呢 一 想起 张儿 龐 娟的 心 把 几 火 当日 就是 张儿 在 鬼谷之中 类似 和自己 作对 整天 来 整 弄 自己 想到这里 他就更加乐意 接受 苏秦 离开 鬼谷之后 宜臣 就不知道 但是 如果 说在 鬼谷里面 的时候 两个人 各 说十句话 那宜臣 就宁愿 信 苏秦 三句 那个张儿 信 他半句 都死 哈哈 怪得 月王会 上当 原来 是 这样 嗯 那看来 日后 如果遇到 个张儿 寡人 都要 小心 这个人 才行 旁 娟笑着 月王 又怎么能够 跟父王 你相比 只怕 如果 见到父王 你之后 张儿 肯定 张口结舌 半句 说话 都说不出 魏惠王 听都忍不住 大笑起上来 笑了一会 他就说 而你之见 苏秦的主张 合总 很快就 来到 我们大梁了 你说 我应该 怎么对付 我呢 旁娟想一想 是啊 大王 自从先军 驾崩之后 太师他把持朝政 散改先军为照 废了我这个太子之位 然后 找个十文仔 要来做 为国国军 搞到现在朝野 混乱 人身功劳 既然狠求闭下 出兵平乱 还天下一个公道 好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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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的事情 刚刚好 跟赵国之间 也都有很多 来往 如果我们答应了 合纵 那么吞并为国 这件事 恐怕 嗯 好了 寡人 神中有数了 你暂且退下了 等到旁娟一走 魏惠王的心 始终都觉得 有点不安乐 于是 他觉得 不如再听一下 另一个人的意见 即时吩咐摆架 去上国为斯的府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